李元旨接过张昭仲的这把宝剑 他瞅着张昭仲微微一笑 李元旨这个笑里边的含义 那是你完了 可是张昭仲呢 这小子心猛协助想 他瞅着李元旨冲着这一笑 好像笑里边含情 张昭仲心想 在这个关键时刻 在我即将毕命的时候 这个姑娘居然出来挺身相救 给我出谋划策 跟我一起往外逃 应该说 我们两个这是同患难啊 啊 他往外一走瞅我这一笑 怎么我瞅着这笑里边好像 有一种情感呢 张昭仲想 今晚我岁数比他大一点 但是要是将来成为夫妻 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张昭仲 非常听话的把剑给了他 而且真诚的在这等着他呢 李元旨拿着剑 离开了这个地方 他顺着路往前走 查看着记号 李元旨一边查看着记号 一边在改变着记号 他们往李走的时候 每到拐角的地方 都要放三块小石头在那 而他这回往外走呢 在那三块小石头旁边 他有的就加上了一块 而且有的时候呢 放一堆沙土 把它盖上 这样的话张昭仲如果想着要出来 这个记号改变了 他就不容易出来了 他要一看记号 非走错了不可 李元旨把这个记号加了点东西 他往外走 天色已经是亮了 李元旨正往前走着走着 忽然就听见有人在那骂 他妈的 这小子要让我抓住他 我非得抽了他的筋 剥了他的皮 又听有一个人说了 要抽筋剥皮呀 你总得先找着这个人 找不着你也是白费 这一说话 这声音正是袁世骁 所以李元旨一刻 随着袁世骁身后 众人都来了 于是大家就见到了李元旨了 这一见到了李元旨 袁世骁 当时就问了 哎 姑娘 你怎么来了 你张昭仲呢 啊 这姑娘李元旨 看了看他们大家 李元旨眼睛喊了泪了 我告诉你们呢 我被他拿住了 我怕他要命啊 昨天晚上半夜里 他睡得迷迷糊糊的 我才偷偷的跑出来 我在他身边出来的 袁世骁说 他在哪呢 啊 你快带我去找 李元旨心里边明明的知道 可以按照记号找去 但是李元旨呢 却假装说 哎呀 这我哪知道啊 想让我找 恐怕我也找不着啊 你从哪来的 你还不知道吗 李元旨说 我从这个方向来的 不过这个迷城里边 这个道拐弯抹角的 我也记不准呢 袁世骁说 我跟你去 袁世骁随后跟着李元旨 袁世骁一回头 瞧了瞧 这阿凡提 胡子 你跟我一块走 阿凡提面带着微笑 瞅着李元旨 阿凡提说 你去吧 哎 我在这歇会儿 我等着你们 这袁世骁跟着李元旨转了一圈 一会儿又转回来了 阿凡提说 怎么样 找着没有 哎呀 袁世骁说 大胡子 你不跟我们去 我明白了 你小子 是知道我这回去是找不着的 我们还得转回来 叫什么 我估摸着你们找不着 大家伙一看 这怎么办呢 李文旨现在面前 这张昭仲藏在什么地方 他还说不清楚 他领着大家去找 还找不来 怎么办 大伙出主意 大家伙到这个时候 就都看着徐天宏 因为徐天宏 号称五诸阁呀 这个徐天宏呢 在此时此刻 他就注目观瞧着周围 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 这徐天宏发现呢 阿凡提这个嘴角边上 露着一种微笑 而且这种微笑 是一种胸有成竹的微笑 徐天宏心想 这阿凡提可是个高人 我得请教请教他 所以徐天宏就走过来 来到阿凡提的跟前 老人家 您是我们这里边的最明白的人 阿凡提一听 阿凡提一听 什么 我是最明白的人 我 我 我怎么最明白 老人家 现在 我瞅您的面部表情啊 好像您知道 这个张昭仲 藏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我哪知道啊 我又没跟着张昭仲 就那李元旨 他跟着张昭仲 他才能知道呢 可是他说不清楚啊 您觉得这个事 谁能说得清楚呢 求老人家 只给我们一条明路 阿凡提听到这里 他向着于于同 用手一指 哈哈哈哈 明路啊 明路就在他身上 怎么你不去找他呀 于于同这个时候 也听见那句话了 什么 我 怎么做我呀 啊 阿凡提点了点头 就是你 哈哈哈哈 这个阿凡提说到这里 仰天长笑 接着 他骑着驴 飘然而去 徐天红起初以为 他在开玩笑呢 可是他这一走 徐天红细琢磨 哎哟 这个李元旨 从那个面部表情看 好像他也不是 真不知道张昭仲在哪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言语行动之中 是破绽甚多呀 又一看 阿凡提指到了于于同 徐天红心想 哦 今天这个事 恐怕就落在了 他俩的身上 想到这里 这徐天红悄悄的 就跟洛冰说了 跟洛冰这么一嘀咕 洛冰一想游离 所以洛冰就倒了一碗水 拿了一块烧羊肉 给李元旨 哎呀 妹妹呀 你可真有本事啊 你说在那个坏蛋的旁边 你怎么能 就能逃脱了嘞 李元旨说是啊 我命大呀 我拼命的跑啊 我生怕他把我追上啊 我乱冲乱跑 我什么路也认不出来了 真是老天爷保佑 居然我就瞎撞出来了 嘿嘿 妹妹呀 你是个聪明人 你瞎撞啊 也比我们名的撞强 哎呀 快点吃点东西 喝点水吧 李元旨吃了点东西 喝了点水 这个时候 骆冰脸上带着一种神秘的表情 凑到了李元旨跟前压低了声音 跟他说 妹妹呀 你的心事啊 我都明白 我告诉你 只要你帮我们这个大忙 我们大伙一定也帮你完成你的心愿 这句话一出 李元旨的脸上红了 脸红了 接着眼圈也红了 李元旨嘀嘀嘀的声音 跟骆冰说 我是个没人疼的 你说我逃出来干嘛呀 还不如让那个姓张的把我杀了呢 也就利索了 骆冰一听 他语气一转 嗯 知道 看来他知道这张昭忠藏在哪儿 骆冰说 妹妹呀 你累了 再吃点东西 再喝点水 接着 骆冰把这鱼鱼童拉到了旁边 跟鱼鱼童压低了声音 说了老半天 这鱼鱼童啊 神色 先前是有点为难 后来呢 又咬牙切齿 终于下了决心 一拍大腿 好 为了给恩资报仇 我什么都行 李元旨呢 在旁边吃完了喝完了 在那儿闭目养神 对这个鱼鱼童是毫不理会 过了一会儿 就听这个鱼鱼童走到了身边 鱼鱼童脸上带着笑 四妹呀 你多少次救我的姓名啊 我跟你说呀 并非是我不知道好的呀 现在 我就请四妹你 帮我一个大忙啊 说着话 他给他做了个一 李元旨一瞧 哎哟 鱼师哥 您怎么跟我行起礼来了 咱们是同门呢 您说 要让我做什么 您吩咐这不就行了吗 鱼鱼童一听他这个语气 显得有点身份 不像亲近的样子 现在是有求于他呀 鱼鱼童就只好说了 张昭宗这个奸贼呀 他害死了我的恩师 只要有谁能帮着我报仇 我就是一辈子给他做马当牛 我仍然是赶他的大恩大德呀 李元旨一听 李元旨一听 心里不高兴了 先想 这什么话呀 假如你要娶了我 一辈子给我当牛做马 这么苦恼吗 他瞅了瞅他 脸色就有点变了 哎呀 师兄啊 眼前放着这么多的大英雄 大侠客 还有你什么中多主啊 古多主啊 你干嘛不求他们帮家 你一路上避开人家 到现在一见了我就害了你一样 你老躲着我 就怕我会累你一世 你说我有这个本事帮你吗 你呀 走吧 走 我告诉你呀 你要是不走的话 可别说我骂你 徐田红跟骆兵一看这鱼鱼童 胖了一鼻子灰 回来了 两个人只好是相对苦笑 把陈家乐 拉到了一边 低声着跟他商量 陈家乐说 我看哪 这个事咱们请陆老前辈去跟他说下 他对师父的话 总不能不听吧 嗯 话没说完 猛听见新燕跟张晋 一个惊叫是一个怒吼 大家伙急忙回头一看 就看那顾金镖啊 正像发疯一样 就像霍青铜就奔过去了 陈家乐当时大惊 心想这个小子原来是负了伤啊 掉到那湖里边了 现在缓过劲来了 他干嘛呀 他奔霍青铜干什么家 陈家乐当时斜着往外就冲 但是他这个距离比较远 拦不住他 魏春华呢 抢前过去 把他要挡住 却是被顾金镖用力的一甩 退出了两步 只见他合着身子 向霍青铜扑过去了 他一边喊着 你杀了我吧 霍青铜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一个举动 他又惊又怒 举起剑就向他前胸刺过去了 刷的一剑 噗的一声 这剑刺过去 该顾金镖啊 他没躲 挺胸相接 噗 这一剑 正从前胸给扎进去 霍青铜冲灰长剑 噗 剑帮我一出 扑的一下子 一股鲜血 从他的胸前喷出来了 溅满了霍青铜的黄山 当大家围过来的时候 顾金镖已经倒在了地下 这个时候 哈和台走到跟前 扑到了顾金镖的身上 你怎么的了这是 一看 顾金镖 血如泉涌 止不住了 但是呢 他还有一口气 还能说话 这个时候顾金镖 有气无力的向哈和台说 冤孽呀 冤孽呀 哈和台说 老二 你 你这是怎么的了 你就不想活了 你不至于这样啊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顾金镖这阵 说出了一句 令哈和台 不可理喻的话 我没有什么事了 我只想 能 能亲一亲他的手 死也明目 他的手 他拿手一指 指的是霍青铜 就是霍青铜 刚才那一剑 刺的他 他还要亲亲他的手 说到这里 他憋住了一口气 瞪着眼睛 望着霍青铜 哈和台 听到这里 这心里边可是有点不高兴 心想 老二啊 你这叫什么事啊 你是必死无疑了 临死临死 你还想牵人家的手 干嘛呀 但是哈和台又一转念 人之将死 他说的这句话 是发自内心的 哈和台 瞅着霍青铜就说了 姑娘 他快死了 啊 他只有这么一个要求 你就可怜可怜他吧 哈和台说这句话 霍青铜呢 却是一言不发 一转身 他走了 不但说走了 霍青铜听他说出这句话 把那脸儿气得惨白 霍青铜这一走 顾金标一看自己最终的希望 未能得到实现 长叹了一声 啊 死了 哈和台这个时候忍住了眼泪 他站起身来指着霍青铜的背影 你呀 你呀 你那个心太狠了 这个时候 霍飞青在旁边说了 哎 我告诉你们 焦温七焦三爷 是我杀的 跟别人 毫不相干 跟红花卉 毫不相干 死后许多的纠纷 都是因此而起 你们关东六兄弟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我们都知道 你为人正派 所以对你不忍加害 你走吧 日后 如果想要报仇 找我一个人也就得了 知道吗 这个事的起因 都在我一人身上 此时的哈和台他也不搭枪 抱起了顾金彪的尸身 大踏步的走出 于于同 他捡了一只水囊 还有一袋干粮 绑在了马上 牵着马追上去了 他冲着哈和台说 哎 刘布 哈德哥 我呀 我是很仰慕你是条好汉子 这匹马 就请你带了去 啊 哈和台一点头 把顾金彪的尸身 放在了马背上 于于同 从水囊中倒出了一碗水 自己喝了半满 然后递给了哈和台 我们今天就以水代酒吧 从此相别 哈和台接过这碗 来一仰脖子 把这水就喝了 于于同 抽出来了那个金笛 这个笛子 刚才跟张昭仲动手的时候 也就是张昭仲 从李源氏手里面 接过那把宝剑的时候 他们曾经过来 想要跟张昭仲交手 让张昭仲拿那个剑 一划了 把这个笛子 给划了掉了一截 所以现在虽然是胜了 大半截了 还能够吹奏 于于同 吹奏了一曲 算是给哈和台 送刑 就这样 哈和台 骑着马 带着那个顾金彪的尸首 他走了 这个时候 洛冰 向哈和台和于于同的背影 一指 对李源氏就说了 这两个人哪 都是好男儿 李源氏说是吗 骆冰说是啊 你干嘛不帮他们个大忙呢 李源氏说 哎 要是我能帮就好了 骆冰说妹妹 咱们真人面前 可不说假话呀 你要是不肯说 要是等到你师父 陆伯父过来逼你 那可就不好办了 李源氏说 别说我认不出路 就算是认得出路 那我就不外带领 要怎么样呢 自古道 女子要三从四得 这三从之中 可没有从师这一说 是不是 骆冰一听就笑了 嘿 你还知道三从四得呀 是啊 我知道三从四得呀 骆冰听到这里一笑 走开了 他来到了陆飞青的跟前 就把刚才他徒弟说的这话 跟他讲了一遍 骆冰青低头一琢磨 三从之说是出于以礼呀 所谓三从者 就是未嫁从父 继嫁从夫 夫死从长子 这是他们做官的人家 读书的人家的礼教 咱们江湖上 这男女可从来不讲这一套 骆冰说本来嘛 未嫁从父 这是应该的 至于说 从不从夫呢 那得瞧这丈夫啊 他说他在理不在理 夫死从长子 这更是笑话了 要是丈夫死的时候 这长子只有三岁呢 啊 他不听话 照样还得揍他 骆冰青摇了摇头 我这个徒儿啊 真是刁钻武怪啊 你想他干嘛 就不愿意带这个路呢 骆冰说 骆冰说 我想啊 他这个意思是说 除非是他爹 叫他说 骆冰青说 他爹现在在杭州呢 行 我有办法 我有办法 我看一下 他爹是他爹的 他爹是他爹的 我爹是他爹的 我爹是他爹的